除了這個銀監會 在過去十天連發九道文之外 包括我們看到保監會也發飆了 特別是最近大陸的監管機制 不斷的加大壓力 按照IMF国际貨幣基金所做的观察 其实现在投资人最关注的 并不是升息或是QE的退场 而在于中国跟美国 对于目前金融市场的杠杆 会采取什么样的紧缩 或是管制的措施 当然我们看到 美国是走向一个去监管 减杠杆的方向 可是中国是走向一个去杠杆 加监管的方向 这两个本质会出现些许的不同 但我们还是要把焦点 拉回到大陆 在今天延续的 整个表外资产的管控发展 虽然昨天晚上 美股股市出现了一个熊市的反弹 开高走高 收最高 我们看到今天亚洲股市 包括了日本 韩国 台湾股市 像台北股市今天大涨的情况之下 重新来回撤季线的压力 当然我们在后面观察法国大选 可是我们还要观察一下 今天在全球市场当中 唯一收黑的就是中国股市 保监会跟着银监会发什么标 主要就是全面清查违规的资金运用 等等的一个项目 重点异常 监管异常机构 在市场准入等必要限制 来进行加管 监管 特别是严防内外公结 干扰监管的措施 等一下我们就要做一些 几个面向的讨论 我们先把这个聚焦 回来看一下 最新的发展 就是在于整个委外 出现了一个去杠杆动作 那观众 这个到底是一个人工海啸 还是会引发一个市场的失控 包括今天大陆的央行 也特别来做关注 我们看到从4月18号大前天 大型国务银行 已经开始进行了赎回的动作 把针对委外的一些经营跟操作 来进行去杠杆的发展 到了4月19号 我们看到包括了银行的同业业务 跟委外业务 持续的开始影响扩大 到了昨天 超过千亿的委外的业务 开始产生了冲击波 观众 这个委外业务 就是委托外面管理 我们就这样简单来做解读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银行自有的资产 委托外部人或外部机构 来进行投资跟管理 这是第一部分的委外 那目前事态的严重性 是在于银行内部的委外 正在去杠杆 那还有第二个部门 叫做私人银行部门 就是今天这不是银行的钱 而是存户的钱 而是信托户的权 经过银行的委外 银行就变成中介者了 他把存户的钱 拿来进行委外的投资跟操作 那这一块市场就非常大 超过100兆的规模 所以会有如何发展 我们看第一个 从这个千亿委外的撤离 第一个先从公务基金 来做的影响 按照了券商支管第二波冲击 最后会宠向私募的一个变化 那现在这事情 为什么是持续的扩散 但还没有爆掉 因为产生第一个大的悬念 什么悬念呢 就是因为最近债券价格 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不断的走高 使得债券利率走高 价格走低 所以大家现在假如赶快赎回话 基本上会直接面对亏损的问题 本来这些债券商品 或票券商品 你持有到到期 本金可以回来 利息可以回来 可是因为利率走高 假如现在做减约 会面临到平价跟流动性的损失 所以现在大家还在撑 说能不能再撑三个月 能不能再撑六个月 能不能再撑一年 我再把这个杠杆去除掉 可是随着银监会跟保监会的压力越来越大 从国有银行先断头了 他们基本上开始大规模 做赎回的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几个讲法 像建设银行 现在四大银行当中 资金压力最大的 现在跟知情的记者来进行透露 目前建设银行本身内部资金 委外规模大概是1000亿元左右 目前已经开始进行赎回的进度 跟赎回的安排 可是建设银行 私人银行部门 就是客户的委外 目前没有做说明 另外股份制银行 他们听不听 我们的策略是向上看 看领导人的脸色 决定我们后续的动作 另外包括像小的城市银行 农村银行 从今年年初开始 就开始进行赎回的发展 好 这个规模持续在做冲击 我们再带官票回顾一遍 我们昨天特别做过这个专题 在10天之内 银监会连发9道文 这9道文有4项行政命令 4个文最重要 分别是53号命令 6号命令 46号命令跟45号命令 那这个很简单 就是4不当 3监管 3违规 就是从这个违规的一些 包括了违法的一些投资 或逾越了监管尺度的投资 来进行的调控 那另外针对整个套利 也给出了非常严格的标准 跟禁令 那另外给予惩罚 包括不当创新 不当交易 不当激励 不当收费 都给予非常严明 明令的这个文字上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再往下做观察 因为现在 我们先看到这个最新的一个金额 因为现在整个资管业务 从2014年的58兆 2015年的89兆 到去年底 已经来到114兆 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 大陆过去两季的经济复苏 非常有可能来自于财富效应 就是资管的泡沫 资产管理 价格的泡沫 以及房地产的泡沫 我要再建设 请到大K 因为这个问题 感觉我们昨天谈的问题 反正发现它有一个影响性 有一个未来性 可是现在发现 它有新闻性跟及时性 就是这个影响越来越大 尤其是我们看到 大陆在昨天也推出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忽然开放外汇管制了 我被关门注意到新闻 过去大陆外汇出跟进 要有1比1的要求 现在忽然放宽了 也就是大陆准许外汇流出了吗 准许机构跟治安人 能够随意的把人民币资产 换成美元资产吗 这个很恐怖 114兆 假如全部换成美金 大概会变成17兆美金的金额 这个我们就讲这个数字 有多恐怖 假如这些资管业务 投向美国股市 那会有17兆美金的买盘 那难道大陆的人行不知道 中国的资金会外逃吗 那人行在这时候忽然把外汇对坏 跟外汇流动的门打开 好听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好听的是人民币的自由化 可是更大的问题 是不是大陆看到的另外一波 不仅是中国的信统风险 全球的信统性风险也即将产生 所以现在不是资金跟外流 跟外逃的问题 是不是有大量的资金 可能会进入中国市场 观众我们把问题一下拉远了 所以现在要把验塞壶打开 因为一旦大量的资金 往中国市场做移动 那中国再度变成验塞壶 那资产泡沫的问题会越演越烈 所以现在把外汇流出的门 也给打开 所以这个层次就拉开来了 人行这个动作 我们要从背后的含义做观察 为什么忽然把资金外流的门 打了一个大门全开 第一个是要把中国的资产 这个资产价格压下来 把流动性往外释放吗 还是人行已经预判了 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即将来临 好 这个问题我们要持续做观察 但我要请大家给我们观察的 就是这个资产 特别是包括了表外 尤其是监管的委外的相关的产品 这个管制可能会使地球上 瞬间扫掉几十兆的流动性 您能观察 对 没有错 我们昨天讲这个银监会的这个七道文里面 像五号文是针对关太太这个安插位置 安插在各个这个 不管是投资产或券商里面的这个高官 这都只是前菜 真正的主菜是你刚提到的46号文 46号文里面特别提到很多套利套利套利 有没有 一连串套利 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46号文讲清楚一点 昨天让大家看这个图表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这个银行之间同业的存单的 这个金额发行的话 其实每个 以每个月来讲就是一兆一兆 然后两兆两兆 对 快速的一个增加 你就知道在外面 原本只有一套一套钱 经过这样一再的转手之后 变成非常非常多套的钱 像问题 这个同业存单就像世代海以下的一样 它是个B2B的逻辑 就是银行对银行 保险对保险 保险对银行 银行对保险 他们之间的一个理财的套利 而这个问题 这次的商品是在同业存单 感觉是最安全的金融商品 竟然隐藏了最大的泡沫 跟最大的风险 对 因为同业存单 我们总的讲 它是一个存款的概念 存款是最安全 我有这笔存款 我才有办法去发这个同业存单 但是你不断的这样 你发给我 我发给你 我再发给你的情况之下 就不断的跌上去 好 昨天 其实金钱报讲到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 斯康哥讲的 人民行把钱先给 这个国有银行 或说其他的股份制银行等等 但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就出在这个地方 这一些银行把钱 跟非金融机构 不管他是要借出 或说借入的这一部分 所有的Mega 都在这个地方 非金融机构里面 你说信托 证券 基金 保险公司 他们到底怎么做 我们今天就把 把这个委外讲清楚 委外就像你刚刚讲 叫做委外资产管理 就委托外人来做资产管理 可能自然人可能是机构 对 那你还是听不懂话 叫台湾话叫做委外代操 简单讲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就是很多的这个政府基金 要委外代操 只是说代操的这个目的跟金额 很明显 你就是去买股票 对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委外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而且它的样品 产品非常非常的多 委外的资产管理 我刚刚说就是代操的意思 好 这个银行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投资方 因为它有钱 对 它把钱拿出来给谁 给我刚刚提到的 非金融证券里面的 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 对 那他们当然会设定一个 投资计划 对 那投资计划里面 当然最简单的 证券跟基金公司 它就收管理费而已 对 但通常这种委外计划 他们一定要设立一个 第三的信托公司 安全 公证人 对 由他来管账是最安全的 就跟台湾政府基金委 外代操一样 对 那基金公司 原本只是收管理费 然后委托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 再将这笔钱 跟这个融资方 就需要钱的人 对 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信托公司跟融资方 它是投资股权 对 但是融资方就借钱这些人 他却是要承诺到期回购 对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是股权关系 但是这边回来是债权关系 而且他们这边会 私下签约说 好投资的期限是多少 然后保证利率是多少 所以感觉上 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这是一个 感觉上是股权的投资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债权的投资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说 股权投资 债权投资 如果你学过财务报表的话 你就知道 股权投资跟债权投资 在财务报表里面的规定不一样 对 尤其中国大陆对于很多 像房地产公司 他们如果要用这种 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相关的规定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简单来讲 他们就是要 避掉很多的监管 对 那你想想看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架构 对 但是呢 之后 中国大陆的人 真的非常的聪明 对 你说银行这笔钱先给这个 在证券跟基金公司之后呢 原本他们只收管理费 对 但是呢 他们会想说 我只收管理费太少 对 我自己先把它读包下来 我再去找信托公司 是 变成呢 这专有名词叫做签套 对 这样子呢 签套一次 这样子呢 再签套一次 对 或许说讲联动债 大家也比较清楚 就是不同的商品 通过不同的包装 把它连在一起 但是呢 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最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签套呢 就让这个产品的复杂性 越来越高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这么复杂的产品 我刚提到 它是 名义上是股权投资 实际上是债权投资 大家都喜欢这样做 它好处很多 我先讲 这个就让我想到 这个黑格尔的名言 叫做存在即真理 对 就是你不做呢 但是其他人这样做 大家都跟着做 你就觉得 好像这条组行得通 表面上呢 是不违法 但是实际上 其实是违背很多监管 但是大家做 就变成存在 就变成真理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监管 现在发觉这个问题 越来越大 我们补充一下 观众 这个也叫次贷 因为事实上 2008年次贷海啸的时候 其实大致什么叫做次贷 二胎吗 好像又不叫二胎 但类似二胎的意识 其实当时我们做节目 就是用二胎的逻辑 来了解次贷 为什么 因为不精确 但不会离真相太遥远 其实当时 其实整个组织 就是一个SPV 资产池的架构 这个很多人 把一堆奇奇怪的东西 都丢到资产池 包装起来 来进行销售跟管理 所以当时最大问题是资产池 里面到底是黄金 还是水肥 还是垃圾 没人知道 经过复杂的包装 然后再经过衍生性的产品 包装 包装 再包装 所以当时美国次贷问题 第一个是包装的内容出了问题 第二个经过多次的再包装 现在大陆的问题也很麻烦 大陆这次并不是资产池内部问题 而是参与者的角色 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参与者的角色 使得SPV资产池内部的资产 产生了变化 尤其在逐利行为当中 使得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中国版的 也不能叫次贷海啸 但已经发生了次贷危机 对 那这么复杂的 这个我刚刚说 这个民意上是股权投资 实际上是债权投资 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好处 一定有好处 就银行端来讲的话 因为生活道对银行的规定 非常严格 他不能以债权的方式 来跟房地产公司 互相的融资 所以刚透过这样的方式 实际上他就做到了 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对于这个融资方式 就缺钱来讲 他就是获取不断的资金 然后让他的股本变大 所以包括我们之前提到很多 像这个险资可以买股票 其实都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在做建议市场投资 这是很离谱的事情 对没错 那当然你说这个通道方 就是证券公司 他们当然可以管理费 可以赚的话 他只是转一手就有管理费 当然就不断的套利 套利套利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最近中国大陆在公布年报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仔细发现的话 中国大陆很多的债券 很有问题 对 中国大陆最近公布了 很多的债券公司的 这一个股东名单 你可以发现 到三月底为止 有14家债券基金的投资人 就只有一个 对 他百分之百持有 那另外有22 就是这个债券基金 对 这个基金 只有一个投资人 只有一个受益人 对一个受益人 这个华府稳健债券 他最近的禁止走势 你看他是债券基金 对 他的禁止走势 你从2016年的5月 你会发现 他是一路往上涨 对 到去年的12月突然崩盘 然后1月份又反弹 如果你去把上证指数的走势图 跟他做对照一模一样 是 所以债券型基金的走势 怎么会跟上证指数的走势一模一样 代表这笔债券基金 拿到钱的人 他基本上他有可能合理怀疑 他去投资股市 他既不是稳健 也不是债券 可是取了一个稳健 债券基金就对了 对 那他拿这个债券型的民营的拿到钱 然后去炒股市 甚至去投资房地产 你都不知道 那就是愿举证 既不举也不证 杨世光也不光就对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怪 那我还查一下 这一家华府稳健债券基金 他的信托管理行是谁 就是新业银行 首先让大家看 新业银行的股价是 崩盘 所以发觉现在这一些 有在做这种 很奇怪的勾档的这些银行 现在股价又开始跌 所以已经开始这种 不计价的把债券赎回 就导致这些损失 开始慢慢的出现 好